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3在中文的教科书中却没有很多经典的书籍可以进行参考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 对于当时C3刚入门的情形下 我也是在界面上东摸西摸 但是我打死都不愿意去看官方提供的使用者手册网站 我的思路经常都是 如果我想要完成一个功能 我该如何达成 如果真的要从网路上去搜寻一些资料 我也希望刚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已经实作好的案例来让我参考 最好这个案例还尽可能的简单 不要东拉西扯摆进去一些有的没有的资讯 尽快解答我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我去使用者手册那个网站上面 从基础原理去理解之后 才来解决我刚才想要的需求 这种使用者经验来说 我都是尽懈不明的 经过了这么长的学习时间之后 我终于对于C3绝大多数的功能模组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时我就开始思考着 如果是换做其他人 该如何快速的学习C3这一个游戏设计软体呢 好家在C3本身就有提供数以百计的实作案例 它就在C3的编辑器下面 可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今天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针对 如果想透过C3做一款动作类型游戏 也就是ACT Game 在C3的官方网站上面 是否有值得参考的实作案例呢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针对电子游戏在市面上有的数十种的游戏类型 在wikipedia上面你可以零零种种看到大约28种类型 举几个耳熟能详常见的游戏类型 好比说像是ACT Action Game 也就是动作类型游戏 AVG Adventure Game 也就是冒险类型 RPG Game 就是Role Playing Game 然后RTS 就是即时战略 SLOG 模拟游戏 等等等等 如果说你想要透过C3开发游戏 以我个人来看 入门最适合开发的游戏类型 就是ACT 动作类型游戏 所谓的ACT游戏 举例来说 好比是马力欧 洛克人 魂斗楼 双截龙 等这些游戏 那都是十分经典的动作类型游戏 这些游戏如果对应到C3 它的主要开发方式就是透过Platform这个行为来达成 你可以回过头来来看看C3编辑系中它所提供的案例 点选下方的Browser Examples 先把Filter移除 然后点选 展开Generes 也就是流派 找到下方的Platform 里面就列举了将近60个案例 供我们进行参考 如果对于一个C3的新手 不确定要如何实作类似像马力欧这种游戏 你就可以参考这些案例 快速的开发一款属于你自己的游戏 在这么多案例之中 我个人非常推荐你第一个要看的是 Platformer 这个专案来当做你第一个入门研究的案例 虽然说在这个例子之中 它是使用最扑式物化的素材 但是它却阐述了以下 第一点 不使用预设的上下左右按钮 而是采用WSD来控制角色 第二点 透过动画的更动 让玩家得知角色最后它是面向左边还是面向右边 第三点 利用Sorry也就是固态属性 来建立角色可以踩踏的平台 第四点 设计了会左右移动的平台 第五点 设计了可以跳跃以及穿越的Jump Truth平台 第六点 当玩家坠落超过了萤幕最下方 就会重新开始游戏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足够让你设计一款游戏了 这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说实在的 你只需要额外再请一位美术设计师 来帮你把场景里面的每个元件换上美丽的图片 就是一款可以销售的游戏哦 再来第二个要推荐的 则是Rung and Guns Weapon这个案例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类似于混斗楼洛克人可以更换武器的好游戏 在这个例子中你可以学到 动态的产生物件也就是发射子弹 第二点 设计非玩家控制自行移动的敌人 第三点 攻击敌人 并且让敌人在被击倒之后启动退场的动画 第四点 抵达传送门 也就是设计玩家抵达终点的方法 第五点 最后附加一个小功能 就是让角色可以双重跳跃的方法 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双重跳跃 这是一种跳跃的进阶设计 很幸运的在C3的Playphone行为中 本身就有提供这个功能 所以实作上不会太困难 勾勾选选就可以达成了 但是如果针对进阶的行为模式 可能就需要额外花点心思才可以达成 在下面几个例子之中 会提供不少进阶行为模式的设计案例 举例来说 第一个 Wardrum 它可以提供你设计墙壁跳跃 也就是在洛克人X中三角跳跃的设计方案 第二个案例 Hitpeg 重力对于CT玩家来说是最困扰的限制 在这个专案中 则是提供了喷射火箭的设计 让玩家可以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第三个Raycast的Teleport专案中 它提供了一个瞬间移动的方案 虽然说这种移动方式非常的bug 但是却能够提供玩家满分的爽度 第一方面 如果你想要设计射击游戏的话 前面我们有提到Rung and Guns Weapon 这个专案 大概就可以提供你90%的设计建议 进一步来说 你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案例 来进行更多的设计方案 好比说第一个 Charge Shot 有玩过洛克人的你一定会需要继续射击 这个案例可以提供你合适的答案 第二个 Tile Map Destruction 有些场地呢 它会有可破坏的砖块阻挡玩家 你可以透过炸弹将这些阻碍的砖块破坏 在这个例子中 除了单点碰撞的事件处理外 它还透过动态产生 大范围的爆炸 来达成区域性摧毁阻碍物的需求 第三个例子是Ice Beam 在射出的子弹中 有时候不见得就是要摧毁敌人 你还可以试着冻结他们 踩着他们的背爬上更高的平台 第四个案例 Hook Shock 它可以发射出绳索 透过绳索粘贴墙壁进行前进 我猜这样的设计多少也是跟恶魔城这款游戏自尽吧 除了角色本身对于外界会产生影响以及控制外 你也可以透过场地本身的设计 让关卡的设计更为多样性 好比说第一个 Guide Platform 它可以控制平台 让你的角色在踩踏的当下 透过按钮上下来控制平台歪轴的移动路径 第二个Lava Peters 你可以丢出炸弹 让你在岩浆之中产生可以跳跃的平台 第三个Block Breaking 向下攻击可以击破下方的砖块 阻碍物 这个设计除了让你在X轴方向可以前进以外 还可以增加在Y轴方向的隐藏要素 第四个Gunboot 这很明显就是仿制一款知名游戏叫Dunwell下井大战的石座案例 而外一提你可以在Steam上面找到那款游戏 只要92块新台币爽度爆表非常的推荐去玩 前面提到的几个案例都是小范围的影响场景 接下来呢 这两个案例则是大幅度的去冲击关卡一些有趣的设计 第一个案例是Invert Graphic Platform 在这个案例中 让玩家可以控制重力 将原本向下的重力改成向上 这个有趣的工具在这里 就看创作者要怎么样去进行设计自己想要的关卡内容咯 第二个Tile Map Stretching 这就是将整张地图都更换掉了 有时候玩家会因为高度不足不能爬上某个平台 透过整张地图更换 让玩家可以攀爬到更高的位置 这样子应该是更具匠心的设计了 话说回来前面几个案例都是透过角色去影响场地 接下来呢 则是场地可以有更多的设计要素 比如说第一个案例 Canon Launch 让玩家跳路 透过大炮可以射出 第二个 Sealing Trap 这则是在马利欧里面非常经典会向下掉的大砖头 第三个案例 Fire Blast 在马利欧城堡关卡中 你会看到持续旋转的阻碍火柱 第四个 Ladder Climbing 这个案例则是说明了如何实作爬楼梯的需求 第五个 Lava Fails 透过上方的砖块可以阻挡一些致命的人江 第六个 Obiting Platform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摩天轮平台 玩家需要抓准时机在沿通星源旋转的平台上进行跳跃移动 第七个 Pair Rolling Trap 它是一个会撞人的砖块 其实也就是会移动的平台 第八个 Switch Blocks 透过开关来开启以及关闭阻挡玩家的砖块 第九个 Wall Creatures 这是一个会沿着砖块边缘移动的监视陷阱 光看就觉得难受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棒的设计了 上面这些元件 基本上都有出现在经典的动作游戏中 这不由得让我感觉到 关键不是在于如何实作这些功能 而是当初创造出这些元件的游戏前辈们 是如何想到这些有趣的设计呢 接下来是敌人 敌人的行为在这个分类中反而比较稀少 但是仍旧可以找到两个有趣的案例 好比说 第一个 Shry Ghost 这也就是致敬马利欧里面的鬼魂 他们的特性就是当玩家在面对这些鬼魂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追杀玩家 但是一旦你背对他们 他们则是会偷偷的迅速的追击玩家 第二个案例呢 则是Segmented Boss Fight 也就是Boss战 这就是在官方网站上面的宣传动画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Boss战 Boss战对于游戏来说 是一个画龙点睛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这个案例中 不只是美工是很上等的 并且他连动画的控制也非常理想 真的很推荐C3入门的使用者们打开这个案例 效果却十分优秀 非常值得一看 第二个案例 Time and White 时间倒转 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独立开发游戏 时空幻境 Braid 它的游戏核心概念 时间倒转 透过这一个机制 让玩家可以抵达原先不能抵达的位置 取得原先不能取得的东西 创影满点 十分的好玩 好的 今天我针对ACT游戏在C3实作范例上面做的简单的介绍 如果说这部影片你们喜欢 我后续会制作更多相关于此主题的影片 你可以透过按赞让我知道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最后 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 还请不要吝啬 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中逸 时钟的中飘逸的逸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哈喽你好吗 今天一切还顺利吗 这一阵子无论是国际局势或者是疫情 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 我相信无论是谁都可以感受到 这巨大的压力 我只希望这一切可以赶快过去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 那么在此 献上我万分的祝福 咱们就相约下一次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啦,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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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ZoZoZoZa vida ZoZoZoZa